一名離家30多年的妖子 但8年前就死亡了 機械銀行將近15萬元的卡債 被銀行提告 但法院判決死者沒有和四兄姐同住 四兄姐也沒有繼承遺產 因此不需要負還債的責任 法院來通知說我們要賠 賠什麼 賠誰 賠那個銀行的錢 為什麼 我也不曉得 拿出法院判決書 林先生滿腹委屈 日前法院判定他要有條件 償還已經過世8年弟弟的銀行卡債 害他一頭霧水 他也有擔保人 他也有老婆 直接找我們兄弟姐妹這樣子 我們兄弟姐妹大家也都很不服氣 70歲的林姓老翁表示 家中除了父母親生的四姐弟之外 還有一名領養的妖弟 但對方12歲就離開家裡 從此沒跟家人聯絡 最近才得知妖弟8年前過世 還積欠14萬9千元的卡債 而近日銀行向林姓老翁 提出還債的訴訟 我們沒有拿到他一碼錢 他說我沒有換去寄存錢 我們不知道說要換去寄存錢 新法現在已經全部 改採所謂限定寄存制度 所以現在新法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 一定就是視為限定寄存 詢問專家 其實林先生別太擔心 仔細看判決書寫著 他因於寄存人 遺產範圍內 起付銀行債務 意思就是說 他要有寄存到遺產 才需要償還相對應的債務 但他長久沒有跟妖弟聯絡 不知道對方生死 也沒寄存到遺產 以新法規定 不符合公平寄存標準 因此就算沒有放棄寄存 也不需要還債 即使有專家背書 林先生還是怕怕的 就怕哪天法院突然來家裡查封 沒寄存到半毛錢 兄弟又是寄存的第三順位 收到這樣的判決書 實在有點莫名其妙